阿波罗新闻网 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回到毛时代 温家宝当时发出一个明确预言 摊牌 习近平挑了红二代大本营 习近平其实只想继承邓小平的一半想法 世界唯一国 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断失踪 他们哪去了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副频道 今天是8月25号 星期天 视频的结尾会介绍阿波罗网主频道的最新内容 获取关键信息 做出智慧选择 我们的报道 祝您看清真相 规避风险 欢迎您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回到毛时代 温家宝当时发出一个明确预言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明代120周年 中共国的改革开放一直被普遍视为跛脚改革 即只有经济改革 却没有政治改革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这在促成经济繁荣的同时 也带来一系列弊端与严重恶果 包括贪污腐败 官商勾结 贫富悬殊 以及权大语法 社会不公等 并导致民众日益强烈的不满与抗争 对此 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说 一句老话讲 成也萧和 败也萧和 那我现在要讲 成也邓小平 败也邓小平 蔡霞指出 邓小平曾很深刻地讲到了毛泽东的错误 讲到了中国的制度问题 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 最大 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党的极度自私 包括邓小平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政治勇气 没有真正的一个立党为公的这种胸怀 最后他们到了这个底线的时候 仍然是把这个党的利益 放在全民利益 整个民族的前途之上 所有今天看到的那么多问题 不管你是说那个经济的垮塌 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 大规模的人口失业 重新压制思想 压制言论 严酷地镇压国内的政治意见分子 政治黑暗到如此地步 其实追根寻源都很可以寻到邓小平8964 独立评论人蔡慎坤也认为 邓小平的这种博足改革 所遗留下的问题累积到今天 已经形成一个无解的结局 他说 温家宝在卸任总理前 面对媒体曾公开警告说 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中国很可能又会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实际上温家宝当时是发出了一个明确的预言 摊牌 习近平挑了红二代大本营 继中国招商银行副行长丁伟落马后 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原行长郭宏伟也被查 8月24日 中纪委官网通报称 郭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调查 今年以来 交通银行已有多名高管被查 北京当局近期明显加大了金融领域的反腐力度 尤其在证券业领域 郭宏伟曾在中共央行任职 后加入交通银行并担任天津市分行行长 今年以来 交通银行的多名高管 包括广东省分行原行长周宝志等 陆续被查 仅三天前 招商银行原副行长丁伟也因类似原因被查 今年以来 交通银行已有多名高管被查 其中包括广东省分行员党委书记 行长周宝志 金融科技部员总经理周燕蒂 交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员副总裁孙一昆 交通银行无锡分行员党委委员 副行长盛金财等 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人士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中国金融业正在搞所谓内部四查 一查股票交易账户 二查银行流水 三查微信聊天 四查征信报告 而且是要求人人都向公司提交相关资料 据报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 中国部分头部券商近期针对内部人员 及其亲属的股票账户展开了三年倒查 透过交易设备 IP等的锁定和追查 判断账户背后的实际控制人 以查处所谓违规炒股行为 种种迹象显示 习近平当局正在对中国证券业 采取新一波整肃行动 美国之音报道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副教授冯崇毅则指出 习近平上台之初虽然曾得到红二代权贵的鼎力相助 但他集中一切权力之后 双方已形成对立 金融证券领域是中共红二代权贵资本的大本营 习近平在这个领域反腐 就是出手收拾各路权贵 是习在与红二代权贵摊牌 冯崇毅说 习近平集团强化对金融资本的控制 强化金融及券商行业的反腐 一方面与其他权贵抢夺金融资源 另一方面也堵死其他权贵和民间的资本外流 同时 习近平集团与西方发达国家摊牌 国际资本可以进入中国在党国控制下赚钱 中国资本及国民大数据 却不能流出去 被西方掌控 习近平其实只想继承邓小平的一半想法 习近平近日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 重申邓小平的理论 习近平十年前在邓代110周年座谈会讲话搞近万字 此次约6000字 少了三分之一 对邓小平的称号 较十年前多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以及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有关统一的内容也大增 指邓确立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正确路径 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习近平还扩展了8964中共对人民大屠杀篇幅 指邓小平领导人民反动乱 确保了红色江山稳固 对此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24日晚间在脸书发文写道 习提到说 邓小平功勋标柄史册 永利后人 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之后 中国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纪念文章 中国邮政还发行了邓小平纪念邮票 习近平这是要回归邓小平路线吗 我认为他其实只想继承邓小平的一半想法 石板明夫分析 这次中共高调纪念邓小平 中央军委也召开了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 大家都知道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当时中央军委提出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口号 被认为是邓小平在给江泽民施压 让江重新回到改革开放路线 现在军队也在纪念邓小平 让人有些浮想连篇 邓小平对中国最大的改变是把中国国门打开 让外国人进来 中国人出去的开放 其重要性远远大于改革 主要是开放政策改变了中国 石板明夫指出 可近几年习近平一直反其道而行 按照中共的官方总结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一个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 改革开放 和以坚持共产党领导为核心要义的四项基本原则 现在习近平其实已经抛弃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他的治国是以国家安全为中心 两个基本点中 改革开放 他只继承改革 放弃了开放 石板明夫婿指 同时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 强调的是共产党的集体领导 而习近平更推崇党在国上 人在党上 由他一个人掌控 习近平这一次 是想继承邓小平时代的共产党 对国家的控制 以及一部分经济发展 而不是开放和韬光养晦等其他的部分 习近平把邓小平的实用主义重新拾了起来 试图举着改革这面大旗 突破中国当下经济 外交等各方面的困境 世界唯一国 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不断失踪 他们哪去了 全球言论自由 倡导组织查尽目录 Index on Censorship 将在下期刊物中 重点报道 全球科学家和科学界遭受压制的情况 特别关注中共国的维吾尔族科学家 和知识分子的失踪案例 挪威维吾尔人权组织维吾尔援助 Vigor Jell 创始人阿博都外利 阿尤普 Abdorali Ayab 表示 近年来 该组织记录了超过200起 维吾尔族科学家和专业人员 在中共国被监禁的案例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土耳孙江 努尔买买提 Turceton Nirmamet 他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 并从事博士后研究 努尔买买提于2021年 在新疆失踪 此前 他担任科学出版社的编辑 还以笔名比利及Bilge翻译英文科学书籍 为维吾尔语 他的失踪 引发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他被新疆警方逮捕前不久 他刚刚宣布 将出任美国细胞出版社Cell Press的科学编辑 今天阿波罗主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急刹车 中共要求停报这一情况 风光不在 南京等地学区房价格极尽交斩 分享标 李嘉诚在加速撤离中港市场 大唐博业城半年仅赚23万元 取江文旅献巨亏 风暴演 政策一旦落地 中国这行业将发生巨变 请点击右上角观看 请大家多多传播和订阅我们的主频道和副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选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内容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主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主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主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在视频道中